誰殺鳥大將 驚爆 還是近期的醜男子 都是前出剧劇團近幾年一直推行的 新聞本運動劇目 你又有沒有看過這些戲 你又認不認識什麼叫新聞本 以前傳統的文本可能是一些 舞台指示是很清晰的 譬如一個演員由台左走到台 又喝杯水 導演或者演員很容易做得到 但是來到新聞本 新聞本的劇作家可能寫一些舞台指示 好像是挑戰了導演的想像 譬如一個編劇要導演呈現一個 好像核彈般般光亮的太陽 當然你亮光了台燈 都不可能像核彈般光亮 但是其實見到編劇的用心在哪裏 就是想和導演演員 或者甚至designer 一起去創造一張新的劇場美學 其實新聞本的劇作家 也都會很想去嘗試 將一些當代的議題 透過劇作去回應 但是見到現在的劇作家 當然不是的 他會講很多不同種類的題材 包括複製人也都會講 恐怖襲擊會講 這個美容或者整容這個技術也都會講 在12月中文本與劇場研討會裏面 他們會請來幾位在倫敦、台北、柏林等等 不同城市的劇場工作者 一起去探討現今戲劇發展路向 另外第二節就是會是關於導演 就是剛才所說 如果導演去接觸一些當代的文本的時候 他們怎樣處理呢 以及怎樣令到這個劇場 可能有些新的表現形式出現呢 這一方面其實是美學或者形式是怎樣呢 就透過第二節去講 第三節就回到文本了 回到編劇的位置 其實現在第三節也請了幾位 來自中國內地、來自台灣、來自香港、澳門的編劇 其實他們在兩岸四地裏面的一些實踐是怎樣的呢 或者他們看到一些當代劇場發展趨勢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透過這一節也都可以了解 我想無論是透過看我們的一些表演之外 另外亦都是進入這個研討會 其實都是我覺得可以是好像一個開放的心態 除了研討會之外 期間還有講座《讀劇沙龍》 給大家去認識新聞本戲劇是甚麼一回事 你又有沒有開放的心去了解新類型戲劇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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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